週二 德國警方在靠近首都柏林的波茲坦地區 逮捕了一名英國駐德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 英國警方週三發聲明證實 一名57歲的英國公民 因為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被逮捕 拘捕行動由英德兩國聯合進行 德國當局將繼續主導該案件的調查 根據德國檢察官聲明 嚴犯名叫大衛S 2020年11月或更早以前 至少一次將工作中獲取的文件交給俄羅斯情報人員換取現金 英國《天空新聞》報導說 德國外交部表示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案件 是德國從事監視盟友的活動不可接受 報導分析認為 嚴犯是大使館的本地僱員 不是外交官 因此接觸高層信息的途徑有限 但並非不重要 據悉 嚴犯可能向俄羅斯提供大使館的安全協議信息 內部網絡資料 高級外交官和他的家人的信息 甚至有可能有英國駐柏林情報官員的名字